大家好,我是帥仔大 今天我们又来到很繁忙的 有点危险,不走那么出新马路 新马路将会带大家进入一条比较特色的街里或者行 特色不在右手边那缝墙,大家不要望它 我们望望上面 这里,叫做平线行 Device du Barrelu 怎谓平线行呢? 平线,即是说平衡线 Barrelu都是Japan 大家都明白,懂英文就知道这个蓬文和英文差不多 这个就只是它一部分 为何平线呢?我们望这两个垃圾图 你看看,多平衡 不是说他们,当然了 只不过是我找些东西说 最特色是这里 大家看不看这条行 这条行叫做什么? 平线里有名平线位 Device du Parrelu 都是说平线 而这里是真的有平线在这里 因为这条行 大家熟悉数学 又或者几何 还是不知怎样 总之知道平衡线 就是说有两条线 不是,两条线 两条线 这都是叫做平线里 这条 只是第一条 窄鬼的地方 我们将会见到 在街道上面 是会有两条平衡线的 我们先走进来 第二条平衡线 就是在这里 好 为什么我们知道 这里是第二条平衡线呢? 这里都是住宅 都是一出去就是新马路 因为这里 看一看 都是叫做平线行 Device du Parrelu 原来 我们新马路 当年的规划都很特别 特意弄了平线行 平线位 弄了两条平衡线 在横街那里 而他的意思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纯粹就是 弄了两条平衡线出来 也没有什么特别背后的故事 但他独特的之处就是 当年无端的弄了两条平衡线出来 还用平衡线 做了个街名 我猜他应该是这样 而且应该没有其他理由 弄成这样 好 这里也是哪里 出来 就是 同线堂中约部的后欄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